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盖出了這個石板子 你回來接應該吧 他們說自己 我要賭你一輩子 這中間麵包 本就新機會 但是要付出一點代價 哪一種代價 身體上的代價 還是心靈上 不許你說我龜 那怎麼龜兔 我被一個原住民的老闆說 我龜兔 最終很特別 它小顆的時候 味道很強烈 可是它長大之後 長大味道就不見了 你是傳播系的 對 裡面研究所 幹嘛啦 我看起來像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年輕人帶著新的農量 回到部落 傳統食材結合創新元素 激發更多的新創意 這個餐點 它裡面有爆炸吉拿夫 我是用炸的 裡面是有肉 跟芋頭粉 還有甲酸薑葉 像這個吉拿夫 它目前沒有人炸 只有我做炸的吉拿夫 很好吃耶 這個是木薯 不是 這個是香蕉 咦 那請問一下 樹豆到底在哪裡啦 看不到耶 我沒有看到什麼時候 你真的有飯嗎 都是香蕉耶 你是不是沒有飯的 沒關係 我等一下去哪 高知 我要考你 你知道這裡是哪裡 我中校都去做九遍 你有做功課耶 很厲害 都有在看腳本喔 對啊 我們這次來了這個地方 聽說是在茂林區 最熱鬧 像是台北的中校東路一般 但是呢 伊伯 我又肚子餓了耶 有沒有什麼可以吃的 你是不是還在長大 你隨時隨地都在肚子餓 其實對 我跟你說 我已經打聽到一家 這裡當地很有名 又很好吃的麵包店 我帶你趕快去吃一下 麵包要出爐囉 快點 走啦 走 走 走 這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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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就跟你說這家麵包店 哇 麵包好多喔 真的耶 好多松的喔 對啊 我可以吃了嗎 還不行啦 你要付錢才有辦法買啊 對啊 哇 很多耶 老闆 你好 來 站我們中間 你好 老闆 我們想要問一下 那個是什麼意思啊 布農族都是在山上種小米啊 負種 我們以前長輩都是從高山種小米 然後把它搬下來 所以老闆你是布農族的 我媽媽布農族 我爸爸是魯凱族 哦 是混血喔 對 混得不太好 哪會啊 長得很 長得很帥啊 很英俊米耶 對 老闆 我在問你 你為什麼一直看他 你比較愛他 沒有 是害羞嗎 對 好害羞喔 好比翔哥耶 我一直在問他問題 他就一直看他 我問他 他看他 這個是一個遊戲是不是 我結婚了 我怕他太近 我會 有了 對 感覺到 真的感覺到 他就很害羞 老闆都不回答我問題 他一直在看高質 老闆 我想問一下 聽說這家麵包店 在這個當地非常的有名 可是我看來看去 你們的麵包是 從外面買進來 還是你自己做的啊 自己做啊 自己做喔 可是 中類很多耶 我剛剛一走進來 一直到現在 我都沒有聞到任何機器啊 還是什麼奶油啊 還是什麼的味道 你知道 然後走進麵包店都會有那個味道 你不要騙我喔 我們有自己的工廠 喔 你終於敢看我 是不是這樣看我會很難講話 沒有 因為我兒子在叫 所以很難 其實老闆 我其實有一點肚子餓了 在那邊試吃什麼幹嘛嗎 有耶 真的有耶 我們準備了 真的有耶 感謝 這個是用我們馬告做的 馬告 馬告我沒有吃過耶 這樣 這個 這個 真的有馬告 好香喔 這個黑黑的絲嗎是不是 這個好香喔 給大家看一下 很大耶 馬告 跟麵包 我從來沒有吃過馬告 可以放在麵包裡耶 它就是一個香料啦 原住民的味道都是 比較尖銳的 有尖銳嗎 馬告 如果你單純聞那個馬告的味道 可是因為以前我都只有吃過 馬告會放在香腸裡 然後就沒有看 沒有吃過馬告會放在麵包裡 可是竟然非常的搭 而且裡面包也太好吃了吧 對啊 就外面很脆 然後裡面很軟軟耶 比較健康的麵包 歐西的 這個很好吃 但是你已經快吃完了耶 對啊 我可以吃另外一個嗎 這個山酥是用丹麥技術 然後配部落種的那個山酥 山酥是什麼 一種青菜 不是甜的喔 對 它鹹的 山酥 我以為了 這個香氣就是它的香氣嗎 就是一個有一點像蒜頭的那種味道 等一下 這個是山酥本人對不對 對 它把山酥融合在麵包裡耶 是山上才有的嗎 一種野菜 一種山上會有的菜 很香耶 怎麼那麼香 有點像蔥 有蔥 蔥 蔥 蔥啊 蔥 對 有一點像 OK 我決定這一段不要參與他們的聊天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聊天超可愛的 我就在旁邊吃東西就好了 但是我老闆覺得 你們的這個麵包啊 都是很特別的 對 那個很少看見 沒錯 沒錯 你們怎麼做這個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但是要付出一點代價 代價是什麼 哪一種代價 代價 身體上的代價還是心靈上 不許你這麼握座 什麼握座 欸 什麼握座 我被一個原住民的老闆說 我 齁 我不能往那邊想 我在電視圈這麼久的時間 我第一次被一個男人說 齁 我不能往那邊想 我是說身體勞力上的代價 對 勞力 對 我小時候你講什麼代價 你都結婚了 哪一種代價 我在看高中 你幹嘛那麼開心 我帶你去踩 去認識那個 去付出一些代價 但是要去做一點勞力 勞力 來 勞力就 對啊 我知識金釘的妹的勞力 就是來台灣的 真的 對啊 他在台灣就是付出勞力在賺錢的 對啊 好 對啦 好 那我們就 要去到你外面嗎 好 走 去付出一點代價 好 走 來 GO 你要帶去我 沒關係 對 帶你 好的 好的 付出代價的時刻到了 來囉 來 老闆 要幹嘛 這 你是要帶我們是生態教學對不對 就是採一些我們當地的食材 然後去做麵包 那要跟我們好好 跟我們這個CityBoard 稍微介紹一下 再麻煩你了 OK 好 這個這個 這個不是一般的草嗎 天啊 我怎麼忘記它名字叫什麼 然後我來考你這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 芳香萬壽菊 對對對 我們在做麵包 你要它的味道很香 很尖銳的時候就去用它 所以它是香草植物嗎 可以摸摸看 這個你要在它的最上面 這樣 折下來 對 很香耶 你要記住 你如果你是廚師的話 你要記住它的味道 怎麼去跟 其他的東西搭配 好啦 接下來 好 這個是紅藜 其實你要它的果實 你就吹吹就好 這麼簡單 你想要它有點濕潤 你去直接做 你不想要它濕潤 你去曬乾一下就OK了 我們原住民是拿來做小米酒的梅芥 養消母菌的梅芥 所以這個 不用嗎 但是它的膳食纖維很高 我第一次看到新鮮的紅藜耶 我好喜歡這裡喔 這個就是 刺蔥 刺蔥很特別喔 它小顆的時候味道很強烈 對 可是它 長大之後 長大味道就不見了 你看我們都會刻意把它的頭砍掉 因為我們不要讓它長大 你不砍它的頭的話 它就會 一直長得上長 厲害 對 它做麵包就很棒 它放到奶油裡面也是很棒 怎麼說那個 第一次的味道 奶油的味道有點 淡淡香氣 比剛剛的那個更有什麼 更有精爽的味道耶 我都想要凍刺蔥喔 這個味道很舒服耶 好像可以放在 精油裡面 洗手間什麼 洗手間 這位City Boy 他剛剛說把這個拿來做成料理啊 跟料理佐料理或是弄在麵包裡 你說我要放在洗手間 也是很適合的 我覺得 真的是吃的也是這個 它其實做餅乾或烤肉都 這真的很香 好 走吧 走吧 好 來 我們走吧 我們要來 終於要來付出勞力了 我們要來 終於要來付出勞力了 耶 來囉 我覺得很開心耶 對啊 雖然是要付出一點勞力的代價 但我看它端出來是麵包的 發酵過的麵糰 我就覺得開心了 這個摸起來好舒服喔 好想做下去喔 而且重點是它是摸起來會砰砰砰喔 對啊 好想躺在上面喔 對 而且我 其實人生第一次做麵包耶 真的嗎 對啊 那你等一下好好體驗一下 對啊 這個不要弄 這發酵多久 基礎發酵 基礎發酵完而已 所以我要你們幫我把它變成 一顆是100到90公克之間 GO 那這個裡面已經有加了什麼嗎 要紅藜啊 然後這一顆它是用純蛋黃做的 蛋黃 它本身就是一種卵磷脂嘛 是 所以它會其實會保護麵糰的濕潤度 跟保護酵母菌的這個健康 它可以讓它在那個發酵的過程中 讓它比較不容易那麼容易 因為那個二氧化湯的關係而死亡 欸 大頭老闆 我可以講一件事嗎 是 你在認真講麵包的時候 跟你在上面一直在那邊開玩笑的時候 完全判若兩人 你剛剛講麵糰的時候 很帥耶 好帥耶 你整個人在發光 還幫他上後製 你整個人在發光耶 很認真男耶 跟你在上面一直亂開玩笑 感覺不一樣對不對 你講我的時候 我認真的的時候 我還滿高興的 可是你講我認真的的時候 我覺得你有氣度要幫我掰彎 掰彎嗎 你幫我好拍 他說他愛你 真的 我也愛你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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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 分割完之後它就要滾圓 壓下來 等一下啦 你真的太快了 它會有切的變量 是 把它的屁股把它捏斜 又泡泡 然後反過來 用你的手掌推 用你的手指拉下來 推拉推拉推拉 它就變成圓的 遠遠的就好 就這樣子嗎 盡量它二次發酵的時候 盡量把裡面的泡泡把它敲起來 然後就直接放到鐵盤上面 這叫做中間發酵 那其實蠻好玩的耶 它如果是 玩的話真的還蠻好玩 可是如果變成工作 啊也是啦 那我問你 你生一開始本來就會做麵包嗎 還是 沒有 花很長很長的時間 花很長的時間 那原本在做什麼的 我大學是傳播系 你是傳播系的 對 你念研究所 幹嘛啦 我看起來像 不是我聽一次說 你說你大學念傳播系的 我也是念傳播系的 然後後來你研究所念什麼 讀生態所 那你很適合念生態所啊 我讀傳播系是因為興趣 我讀生態所是因為我爸爸 希望我可以變成一個 生態專家 然後我現在在賣麵包 你怎麼會對麵包突然有興趣啊 因為它可以結合部落任何的農產品 與其說我選麵包 不如說麵包包容了我的部落 我懂 所以我選麵包 我要哭了 我覺得好可愛 這什麼好哭 不要哭 我覺得很可愛 我的哭是覺得感動 不是覺得傷心 你會覺得麵包這件事情 可以把你所學跟爸爸的期待 或者是說對部落 把部落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包在麵包裡面啊 對 你跟你爸講的時候 他沒有反對嗎 他說一句話 他說 早知道就把你送去做麵包了 哈哈哈哈 然後你幹嘛還做一圈 念什麼鎖的 其實我回來他都有開始 很多事情你不是你預備好去做 是你要先去做了以後才去做預備 你就是先去做了之後 你就知道你需要什麼 對 你需要什麼你就會去學什麼 學什麼 對 這樣才對 對 沒錯 好 因為看到這個地方很大 然後上面寫了很大一個叫石板屋 其實這裡聽說是一個生態園區是不是 對 就跟你念研究所的剛剛好match到啊 你就念生態的啊 那你剛好回來這裡 這整個就是生態園區 對 完全正確 你說對然後再搖頭 我2009年的時候 我說我要回來的時候 我就剛回來不懂 那你原本在哪裡啊 你念書的時候在哪裡 我本來在花蓮東華 研究所就回來讀 台南大學的生態流研究所 不錯啊 你回來的時候爸爸很開心是不是 對對他很開心 他開心的原因是 有替屍鬼啊 你不覺得嗎對不對 替屍鬼 沒有就是 沒有人想做這樣的工作 你先想一些現實層面的問題 你要自己颱風的時候 你要自己處理水的問題 電壞掉的時候 真的沒有人會理你 然後割草的時候 我剛剛不是講 你剛剛不是聽很多人 那割草 對啊割草啊 三天兩頭就要割一次 可是你是這裡的老闆 聽起來很風光欸 哪有什麼風光啊 不然你來這邊我去台北 你要頂浪給我是不是 那我要接手了啊 那你要順便幫我媽接手 怎樣你媽很難搞的 不是所以你想放棄嗎 沒有吧 沒有啦這是一個使命啦 因為就是給你要做啦 爸爸給你了 你答應了就要把它完成掉 我們原住民的頭腦裡面就是 我只是一個接替的人而已 你接了 然後你的小孩子要把他教育好 以後這個要接 可是我看你兒子現在還很小欸 你以後也是要這樣子抓膠地的感覺 給他 我要繞他的頭說 兒子啊 快點你要不要回來接 不要念什麼聲太蠢了 我應該你中間包 全部都可以把它包進去喔 那種感覺 對對對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以後也會希望兒子來接就對了 不是他不勉強啦 現在小孩子很難控制啊 他想接就接嘛 他如果不想接的話 就掉眼淚啊 情緒勒索 可是我跟你說 我們昨天住在這裡的時候 一路走上來這邊有超級爆炸多蝴蝶 那還好一點點而已 蛤 就這樣一點點的啊 真的冬天的時候那二三十萬隻的 二三十萬隻 甚至一百萬 為什麼這麼多喔 他來渡東啊 這邊東邊有山谷 西邊有山谷 冬天最東北季風 蝴蝶最怕風 嗯 所以這邊就沒有風 所以此斑蝶選茂林渡東 有欸 那這個是什麼蝶 這個 青斑蝶 青斑蝶 就是會飛去日本的那個 欸 他會飛去日本 從日本 對啊 你們日本人有研究 至少五六十年吧 可是台灣不是有一個 很美麗的口號叫 蝴蝶王國的稱號嗎 對 早期的時候 所以這邊的那個植物 全部都是蝴蝶是在 對 田袋式折籃 可是這邊的蝴蝶其實品種還滿多的 那種叫什麼 那青斑蝶 那青斑蝶 就是飛去日本 然後那個黑黑的呢 紫斑蝶 紫斑蝶跟青斑蝶 紫斑蝶有四種 小紫絲絲圓式端子 這四種這裡面 那翅膀小一點的 你看那個小紫 茂林七層以上都是小紫斑 那老闆這邊呢 可以吃到好吃的麵包 還有可以看到這些蝴蝶意外 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 來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客人 就喜歡生態之外 他就是來玩水 等古的旁邊 他就有一個小溪 所以走下去呢 也不生啊 大部分的家庭 都是帶小朋友來玩水 了解 當然最重要就是 可以住我們的石板屋 石板屋 它大部分都是 盧凱族跟排灣族的建材 反過來 竹子是泰雅族所使用的建材 原住民做房子 都是周邊有什麼建材 就用什麼建材 哦 了解 可是對於一般人 在城市裡面居住的人 會看到這樣子的石板屋 會覺得超級不可思議 因為聽說石板屋是 冬暖夏涼是嗎 對 它最主要是它在 太陽曬的時候 它的散熱性很快 哦 很酷耶 這很可愛耶 這個超級酷的耶 這個好像那種什麼 小朋友看的 會本 會本裡面出現的感覺耶 這是手工就這樣弄嗎 麻吉 很厲害耶 所以我爸的個性 就是耐得住性質 他就可以做四年 他就蹲著就做 我跟你說 你如果不回來 這樣對不起爸爸 你爸爸蹲著做四年 蓋出了這個石板 你回來接應該吧 我跟你講 我想做四年 我要蹲一輩子 沒有 像你要傳承給你兒子的時候 你兒子不接 你就說 我那個 我在那邊蹲在那邊弄 弄了那個四十年 我弄出這個你不接 我 老淚縱橫 我不要 他也有小孩子想接 那就沒關係 謝謝 來囉 完成了 一佩怎麼樣 還不錯吧 我覺得很 我覺得成品還不錯 這是我們 我有你做的 也有我做的 對 很漂亮耶 沒有 我沒有 我覺得很漂亮 這是我做的嗎 對 沒錯 我做的很漂亮吧 我的第一次怎樣 對 很好 幹嘛剛剛有笑起來 很好 很好 哦 滿滿的馬高耶 我 嘻嘻 等一下 有點太強耶 我還以為他要聞 聞起來是有點太強 但吃起來是剛剛好耶 馬高的味道很重 很好吃 你喜歡馬高的味道嗎 我很愛吃馬高 真的 那我的看起來感覺怎麼樣 裡面 我們挑這個 這個好了 第一個它不能有泡泡 最後是裡面的生人 這都OK 這不是很標準的 但它的孔洞太大了 孔洞太大了 你的那個麵糰的本身 就已經非常好吃了 所以我們隨便做都滿好吃 對啊 這就是 完全你只有來到這裡 你才有辦法吃到這些東西 我認真覺得 如果你要感受 就是在這個 這叫德恩谷對不對 你就會來吃一下 這家的麵包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看看到那邊的風景 還有石板屋 太值得了 好喜歡喔 不得了 真的是 雖然愛搞笑 可是其實它內心有很多 所以我是 職人啦 你是真的是職人 職人 職人好了 哇 這個料理看起來很豐盛耶 我超愛做演技術名料理的 我也是 歡迎絲絲格老闆 大家好 這個店的店名 是不是就是你的名字 是的 你是什麼族的 盧凱族 盧凱族 把店名直接取叫名字 是表示企圖心很大的意思 有一部分是 我也想要讓大家認識我 認識我 詩詩葛在原住民話裡面的意思 有沒有特殊含義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原住民的名字 就會有一些比較什麼 一些特殊含義 或者是一些很好的意思 我覺得它的意義是 勇敢 還有果斷 那你告訴我們說 你開這家餐廳的勇敢跟果斷的故事 像我當初上台北 你有去台北工作 是的 是的 我可以問一下嗎 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26 超年輕的耶 你已經是一家餐廳的老闆了 對啊 那當時去台北是幾歲 當時到台北23初 23、24 然後去台北做什麼工作 做建築工地 還有熊貓 Panda 夜市擺攤 後來決定要回來部落 對 想要改變當時的境況 就是 因為有孩子了 有家庭了 就是想說 以我們現在當下的經濟狀況 我覺得不夠 所以我就想說要創業 給自己一個機會這樣改變 我真正回來的原因也是因為 我希望說 族人們可以回到部落裡面發展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尤其像年輕人 我想讓他們知道 回來部落也是可以的 那這一家餐廳 你26歲 你該不會是從爸爸那邊接來的 還是說你其實原本是餐廳的一個什麼 在一個 哪一排 我之前在這個餐廳做過員工 還是一位哥哥 他是 他就是德恩谷的一個哥哥 他在做麵包 對 他從我國小 帶我 就是做工作 等一下 德恩谷做麵包不就是大頭哥哥 對 那講得好像你們很生疏一樣 沒有沒有 他帶著我一起工作 帶著你一起工作 對 他影響我很大 就感覺一分信念傳到我這邊 他傳給不如很多年輕人 但不只我一個 但是我想跟他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他講話很搞笑耶 是嗎 對啊 很偉大的人耶 我想要把這個 他給我這個精神傳下去 不一定要跟他一樣 我現在也保持那個初心就是 我想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就是要行動起來 我懂 這也是他剛剛跟我們講的 對 就是想太多沒有用 你一定要做 要做就對了 對 這樣做起來 了解 好 那你現在這麼多的料理 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畢竟這都是原住民的風味料理 對不對 好來 從我們從哪裡開始介紹 這個德日卡饗宴 就是我們茂林的藝術 德日卡 如凱族語德日卡 像這個餐點 它裡面有我們的爆炸吉拿夫 好像每一組都會有的包材 但是我是用炸的 你是用炸的 所以叫做爆炸吉拿夫 這裡面是有肉的嗎 裡面是有肉 跟芋頭粉 還有甲酸薑葉 所以這就是甲酸薑葉 喔 口感很棒耶 你炸得很剛剛好耶 像這個吉拿夫 它目前沒有人炸 只有我做炸的吉拿夫 很好吃耶 有點類似像炸春捲的感覺 對 這部分是我在台北學到的東西 要待會兒 把它做一個混合 綜合 好酸的耶 好吃 好 然後接著下來 我們山地烤肉 這個可以沾著我們的醬 這是泰式醬 泰式醬 在外面有學一點點泰式醬 好 沾一下泰式醬 它不辣 它就是酸甜酸甜這樣子 很清爽耶 我一直都很喜歡山豬肉 那你們不曉得山豬肉可以沾泰式醬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很創意的感覺 而且這個肥肉的部分會融合出來耶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山地香腸 它裡面是包了我們班地的芋頭粉 它的口感也是很像吉拿夫裡面的口感 味道更香 對 味道比較香 我們可以吃完之後再喝一杯紅梨茶 這是紅梨茶耶 好香喔 很香耶 這是原味的紅梨茶沒有加任何東西 沒有加任何東西 就是這個味道 對 好像水果耶 水果一樣很酸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刺蔥烘蛋 刺蔥今天早上有採 就是採的那個葉子在那邊聞的刺蔥烘蛋 我們應該怎麼樣動手下手比較好 直接用筷子夾 知道嗎 然後用水把吃嘛 對 我知道 沒有錯 那我就這樣子喔 對 OK嗎 OK OK 好 你忙你的 好 所以裡面有包刺蔥喔 有有包刺蔥 是包刺蔥還是刺蔥堕碎放進去還是什麼的 都有 它就是跟蛋融合在一起 然後下去烘的 好的好的 你先夾狗看我 我笑到不行耶 喔 跟雞蛋 雞蛋很大 沒事沒事 味道很大耶 我有點渴了 為什麼我笑到腹肌都找你出來 等一下 這個好像不是紅梨茶 那是嗎 我剛才喝了什麼 我剛才喝了才知道 他們泡錯了 好 剛吃完紅梨飯之後 這個是紅梨茶對不對 好 紅梨茶 我喝了 我喝了 喔 味道好像中藥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有一種麥茶 微微的麦茶 嗯 ちょっと奶奶的味道 奶奶一夜一夜會喝的那種茶的味道 我想說你奶奶是 不是 不是 但我覺得它是有一種麥茶加造素的 有一種微微造素的 它就是紅梨的造素 嗯 這個就是喔 嗯 但我們很好奇 這個湯完全看不出來是什麼耶 什麼東西喔 這個是素豆芋頭湯 就是我們原住民的 招洗湯 什麼叫招洗湯 招來 招來洗氣 對 洗氣的湯 招洗湯 對 補品 喔 補品 素豆 對男生 對女生都很補 喔 素豆是這個嗎 不是 這個是木薯 不是 這個是香蕉 這是青香蕉 香蕉有被允許放進去嗎 這是老人家教的做法 基本上什麼都加進去了 然後我們就什麼都吃了 是不是 但是這個還不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越來越放開了 它越來越放開了 它越來越跟大頭哥一樣 那請問一下 素豆到底在哪裡啦 素豆在裡面 裡面有嗎 有嗎 剛剛看不到耶 沒有看到什麼素豆 你真的有飯嗎 都是香蕉耶 對啊 你是不是沒有飯的 沒關係 我等一下去哪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飯啦 這裡 唉唷 哪一個 這一個一個 小小的這個喔 一顆一顆的 我要我要素豆 拜託 這麼小小的 它是滿珍貴的 所以你放很少的 對啊 怎麼會有這種老闆啊 這麼成熟 沒有 還是有放 好啦 這個是素豆喔 我們看到這個素豆 いただきます 原住民是不是很常 會把素豆跟其他的料理 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做料理 這個素豆我們都 基本上都拿來煮湯 因為它它屬於一個補品 老人家都是做給孕婦跟產後 所以香蕉也可以補身體就對了 是 就是青的香蕉下去煮 熟的香蕉下去煮就酸掉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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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香蕉嗎 這是香蕉嗎 口感完全不一樣耶 可是它的味道也不是香蕉味啊 因為它被芋頭 融合跟素豆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這個傻爆眼耶 對啊 就是有一種馬鈴薯那種的口感 那種會突然變馬鈴薯了耶 嗯 如果你不告訴我這個香蕉 我吃完之後 我想不出來我人生哪有吃過這種東西 所以下次我們看到在樹上青的香蕉 那我們就把它摘下來 對 會被罵 真的喜歡你耶 真的喜歡你 欸我們拜託本節目還要再來這裡好不好 我真的要笑死 欸拜託你要繼續做下去 會的會的 那我們就要好好來吃這一餐 平心靜忌的吃不要再笑 好可愛 謝謝老闆 謝謝 你看我們兩個 夫妻到長出來了 很謝謝製作單位 怎麼會找到這麼可愛的原住民朋友 然後讓我們認識到我們訪問 我們的人生多了很多笑話 但是他們呢就是講一些認真的時候 又很帥耶 對 這整集會讓我了解到說 其實有蠻多原住民朋友 他們回到了部落 然後真的有真正想做的事 而且對日本人的我來說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就後來我們就是認識了餐廳的這個老闆 就是我們兩個笑到腹肌長出來的地方 可能沒有辦法撿到那個真的節目裡面 但是你們看一下花絮實在太好笑了 果然是大頭哥的徒弟 對 就是他教出來的 對 所以下一次如果大家來到這邊 一定不要忘了來德恩谷這邊來看看 你們如果覺得吃太飽的話 覺得沒有辦法運動就來這邊 笑一下腹肌就長出來的 不用擔心你要吃什麼東西 不用管那什麼熱量 麵包你要吃幾個也沒關係 跟他們聊天就好了 很棒耶 很可愛 謝謝